妹妹看过来看过来 你看我可不可爱 看过来看过来 我是你的小乖乖 你一直说 我是你的宝贝 你是我的最爱 今天呢想吃茄子了 来吃一个红烧版的家常茄子 超级下饭哦 先来看看家常版超级下饭的红烧茄子 再来看看家常茄子 大嘴熟这正硬件 这边有关系的 我们家都打开 我把你关上的超红烧茄子 这边煮几乎 是这个小乖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吃饱了 一大碗的红烧茄子基本都被我吃光了 用它拌米饭吃 或是用馒头蘸着它的汤吃 都非常的好吃 很香很香的红烧茄子 那就来看看 我的制作方法吧 Let's go 先把茄子去皮 茄子去好皮后把它切成块 茄子切好块后放入一勺盐 腌制30分钟 再来切一下洋葱 蒜切成片 茄子腌好后把它的水分挤一下 把挤出来的水分倒掉 然后放入淀粉 把它拌匀 让每块茄子上都裹上淀粉就行 下面我们热锅放油 油热后放入蒜 炒香后放入茄子 把茄子炒到变色变软 放入蒜 放入生抽 放入生抽 放入蚝油 放入老抽 放入白糖 放入水 放入水 放入洋葱 等到大火煮开转小火 热锅 焖到茄子软 差不多5-7分钟 就可以了 注意中途看看有没有粘锅底 现在大火煮开转小火 再把茄子煮5-7分钟 茄子变软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茄子一煮到变软 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份美味的超级下饭菜 红烧茄子就制作完成了 看完了制作方法以后 想多多吃米饭 吃主食的朋友们 一定要试试做这道菜 这道菜可以让你吃掉一锅的米饭 如果你特别饿的时候 就蒸一锅米饭 做上这道红烧茄子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再见 拜拜 有点准备 我是你的宝贝 你是我的最爱 拜拜